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真是让人捏一把汗啊 首先我们来看看拜登总统一家最近的内斗戏码 随着拜登在辩论中的失误 家族成员和助手之间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 甚至影响到白宫的日常运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 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俄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的友谊似乎面临考验 随着双方的不信任加剧 中国已禁止官员携带工作手机前往俄罗斯 而俄罗斯与北韩的军事协议也让中国感到不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我们回到拜登的竞选之路 尽管拜登在接受ABC专访时 强烈表示不会退选 但党内和金主们的劝退声浪不断 拜登能否顶住压力 继续竞选成了一个大问号 留给拜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真是让人捏一把汗啊 首先我们来看看拜登总统最近的政治挑战 在一场辩论后 拜登的表现失常 让党内议员和金主们开始怀疑他的竞选能力 明尼苏达州的联邦众议员克莱格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成为首位来自摇摆选区的议员要求拜登让弦 这让拜登的政治前景更加不明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拜登是否能坚持到选举结束 虽然拜登在接受ABC专访时强调自己不会退选 但他的健康状况和辩论表现让选民和党内人士感到担忧 许多民主党领导人甚至开始讨论是否应该让副总统哈里斯接替他的位子 拜登能否在重重压力下坚持到最后 成为了这场竞选的核心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我们来看看拜登面临的时间压力 随着选举日益临近 拜登的支持率持续下滑 党内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大 媒体和金主们纷纷呼吁拜登退选 让位给更有竞选能力的候选人 然而拜登和他的家人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 还是未知数 有给拜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 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 北约峰会即将召开 全球领袖其巨华盛顿特区 讨讨讨论北约的未来 拜登能否在峰会期间证明自己仍然是特朗普的有力竞争者 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拜登家族与其助手之间的内部斗争 随着拜登在辩论中的失误 这场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 家族成员试图更多的插手其竞选和白宫事物 这场戏剧性的内斗已经激怒了一些拜登的工作人员 最后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现状 商汤科技和阿里巴巴在AI技术上的最新进展 激烈的竞争让市场变得异常紧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火拍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夏威夷州长乔西 格林的最新声明 透露总统乔 拜登可能在几天内决定是否继续参选总统 格林基于与拜登多年的交情 认为总统可能会指定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接替他的位置 如果拜登决定退出竞选 这将对民主党内部和全国选举产生深远影响 拜登虽然多次坚称会继续参选 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 特别是他在辩论中的不佳表现 引发了外界对其精神状态和竞选能力的质疑 这些执意来自于党内同僚 主要捐助者以及广大选民 副总统哈里斯在黑人民主党人的支持下 努力维持白宫的稳定 并在新奥尔良的Essence文化节上 强调阻止特朗普再次当选的重要性 拜登竞选团队则积极回应 宣称在辩论后筹集了3800万美元的捐款 然而民主党内部的担忧并未平息 许多国会议员和大金主呼吁拜登让位 以确保党派在选举中的胜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 拜登的竞选团队批准了他在两个黑人电台 节目中的访问问题 试图恢复公众对其能力的信心 然而此举引发了更多对他能否即兴应对挑战的质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我们来看美国总统拜登的竞选动态 尽管在辩论中表现不佳 拜登仍然坚持不退出竞选 并计划在宾夕法尼亚等关键州 继续活动 然而民主党内部的压力和捐助者的威胁 让他的竞选之路充满挑战 接下来我们转向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持政联盟在总理安瓦尔 伊布拉辛的家乡槟城的补选中失利 原因被归咎于国家的补贴改革和生活成本上升 柴油价格的上涨和即将实施的 RON95汽油补贴改革使得政府面临巨大压力 最后我们聚焦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尽管他对拜登的竞选危机保持沉默 黑人民主党人却纷纷支持他成为下一任总统候选人 如果拜登决定退出竞选 哈里斯将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 韩联社 韩联社首尔7月7日电 韩国总统办公室7日表示 总统尹西月将于10日至11日出席 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 北约峰会 他届时将对朝俄加强合作发出强烈警告 谋求与国际社会携手增进国家安全 这将是尹西月连续三年出席北约峰会 峰会首日 尹西月将分别同捷克 瑞典 芬兰 挪威等五国领导人河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举行双边会晤 当晚尹西月夫妇将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夫妇主办的晚宴 11日尹西月将接连出席北约印太四伙伴IP4 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首脑会议和北约峰会 尹西月还将出席北约和欧美五国智库联合主办的北约公共论坛 并在印太环节以全球安全为主题发表演讲 由于各国领导人日程安排紧凑 韩美日领导人能否借北约峰会之机举行双边和三边会谈 尚不得而知 在此之前 尹西月将于8日至9日访问夏威夷潭湘山 8日下午 尹西月将前往安葬韩国战争 参战勇士的美国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募献花 并主持同胞晚宴座谈会 9日上午 尹西月将访问美军印太司令部 并听取印太司令的汇报 新周网 华盛顿7日综合电外媒报道 帕金森是政权威专家坎纳德 自2023年8月起 八次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的医生奥康纳 拜登近日接受专访 再度拒绝 进行认知测验 进一步加剧 外界对他心智状况的揣测 纽约邮报 援引白宫访客记录表指出 华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帕金森 是政专家坎纳德 自2023年8月起至今 八次造访白宫官邸 今年1月17日 亦曾会见拜登医生奥康纳 其中七次会面发生在今年3月 见了华特里德与白宫的联络官员 梅根纳斯沃西 坎纳德是帕金森是政方面权威 在华特里德职业将近20年 坎纳德在商业社群领英 LinkedIn的页面描述 长期担任职员白宫医疗部门的神经学专家 他个人最新一篇论文发表 于2023年8月 刊登在期刊帕金森是政 及相关疾病 主要研究早期阶段的帕金森是政 华盛顿邮报 昨天指出 奥康纳自2009年开始担任拜登医师 可是从未建议拜登进行认知测验 卫报表示 奥康纳是整股医师 拜登周五 五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 专访排除接受并公开第三方认知测验的可能 事实上拜登长期拒绝进行任何认知测验 幕僚也透露拜登一直不认为有此必要 新州网报道 台湾民进党的前桃园市长 现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 郑文灿因涉嫌贪污 昨天被桃园地检署 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 郑文灿交保后首次发声 强调自己从政以来一直秉持功而忘私 不贪不取的原则 并将在未来的司法调查过程中捍卫自己的清白 郑文灿通过LINE向朋友们表示感谢 并重申自己珍惜的价值观 桃园市议员林涛透露 郑文灿卷入的案件涉及 华亚科学园区外的一笔9.5公顷农业用地 因无法适用变更林口特定区计划 公武工业区扩大方案 业者行贿希望过关 但郑市府未能办成 最终退回赃款500万 报道称 如果郑文灿决定辞职 媒体人吴风山接任的呼声很高 新周网报道 英国新任外交部长拉米 在访问德国时表示 英国希望在中东战争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并通过外交努力确保达成停火协议 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 拉米在柏林接受采访时强调 英国希望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 恢复平衡立场 停止战斗并确保援助进入 尽管工党在英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 但由于许多人对工党在以哈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不满 工党在几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遭遇重大挫折 拉米还表示 英国将在气候危机问题上重新发表立场 并寻求与欧洲和新兴大国等关键关系的合作 新州网报道 英国新任外长拉米首次出访德国 呼吁重启与欧洲邻国的关系 拉米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会晤 强调英国是欧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表示将与英国新政府合作 推动英国与欧盟走得更近 两人讨论了加强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 中东局势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 拉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与贝尔伯克会面的照片 并表示希望重新设定与欧洲朋友和盟友的关系 此外拉米还计划前往波兰和瑞典 重点讨论北约合作和乌克兰战争等问题 并重申英国希望在中东战争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 通过外交努力确保实现停火协议 华尔街电视报道中中俄有意正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为防止信息泄漏 禁止官员携带工作手机前往俄罗斯 而俄罗斯与北韩的军事协议更让中国感到不安 担心在东亚地区引发新的军事冲突 与此同时 东京知事选举吸引了56位候选人 其中一些提议如合法化大麻和引入一副多期制 引发了广泛关注 但大部分被视为吸引眼球的血头 现任知事 小持百合资预计将轻松赢得第三个任期 最后 中国求职者正在对抗慢性病歧视 呼吁改革当前的健康就业规则 专家们认为 这些规则阻止了许多患有慢性病的人找到工作 呼吁建立无歧视的工作环境 明镜电视报道中 中国与白俄罗斯即将展开的联合军事训练雄鹰突击2024被受关注 这次以反恐行动为背景 旨在提高两国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唐山烧烤店打斗事件引发了一场反黑风暴 数名涉案官员落马 特别是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被重判12年震惊全国 此外 日本酷暑来袭 两名长者疑似中暑死亡 气象厅预测高温 还将持续 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星岛日报报道中 伊朗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的个人经历引人注目 他曾参加两一战争 后来成为心脏外科医生 不幸在1994年一场车祸中失去妻女 独自抚养剩下的孩子 佩泽什基安的政治生涯始于1997年加入哈塔米内阁 曾担任卫生部长和国会第一副议长 他支持改革派和温和派事务 但也曾向革命卫队输成 赞扬其击落美国无人机的行动 2022年 库德女子阿米尼因投机问题被捕 并死亡引发大规模示威 佩泽什基安在社交网表达愤怒 但也警告不要侮辱最高领袖 以免激化社会矛盾 天下文章 报道指出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停火谈判有了重大进展 哈马斯放弃了要求以色列预先承诺彻底停战的条件 为加沙地区可能达成的分阶段停火协议铺平道路 这是自11月以来首次有望达成的停火协议 尽管目前各方人保持谨慎态度 表示协议尚未完全确定 与此同时 达赖喇嘛迎来了他的89岁生日 这让流亡藏人对未来感到担忧 中国政府坚持要选择达赖喇嘛的继承人 这使得西藏首席国家神域也开始思考未来的可能性 达赖喇嘛表示 他会在90岁生日左右澄清有关继承权的问题 此外 美台智库的讨论中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余茂春强调 印太地区的民主国家应该联合起来 共同对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进逼 并呼吁自由民主盟友合作应对中国的威胁 深刻美国 节目中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对拜登的讽刺性评论成为焦点 特别是在拜登辩论表现不佳 以及面临2024年总统竞选压力的背景下 特朗普用磕睡桥的绰号嘲讽拜登 并鼓励他再次参选 这一举动被视为特朗普对拜登的讽刺祝福 节目还深入探讨了基尔爵士和他的副手安吉拉 雷娜之间的权力角力 并分析这对英国工党未来的影响 最后 节目探讨了斯塔默爵士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的挑战 特别是他如何在右翼领导人崛起的国际环境中维持英国的外交关系 新浪报导了上海交大高金赋院长李峰在202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他通过四个相信分享了对高金人应有共同价值观的理解 强调金融的作用和重要性 李峰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以及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和合理的风险回报 李峰还提到一些金融从业人员 包括高金的同学和校友 因为从事金融行业而感到羞耻 这种观点急需纠正 他引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强调分工和股份公司的创新极大的 推动了经济发展 因此金融从业人员应该深感自豪 并坚信金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